來看一下106年公民科教會會考第42題 甲乙丙三個人居住的資料如表9 這邊 近來三個人分別向當地的選出的民意代表陳情 希望他們能反映民情 根據表中的資料判斷 此三人所陳情的對象 最可能分別為下列 何者ABC珠的配對對不對 那這裡再談民意代表 那我們把甲乙丙高雄市新竹市 跟花蓮縣花蓮市 有可能會產生的 在該地區有可能被市產生出來的民意代表 我們都把它寫出來 高雄市的話 他民意代表他會是 有可能是市議員或是立法委員 那在以新竹市 他的民意代表有可能是新竹市議員 或是新竹市的立法委員 那在丙花蓮縣花蓮市 他有可能是花蓮市的市民代表 或是花蓮縣的立法委員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既然他跟民意代表 所謂的陳情 那甲乙丙的民意代表 可是有可能甲是這些人 乙是這些 乙是這些 那我們來對照看一下 我們看A 甲市民代表 甲的市民代表 喔不對喔 因為甲有可能是高雄市議員 或是高雄市立法委員 所以A就不對了 A就不對了 市民代表不對 乙是市議員有 那也有丙市立法委員 OK 對 那我們看一下B 甲市議員有 那乙是市民代表不對 新竹市要嘛是新竹市議員或是立法委員 所以乙不對 OK 所以B也不對 我們看C 甲市立法委員 可以 那乙是市民代表 也不對 因為新竹市一定是市議員 沒有新竹市的市民代表 那丙市市議員 也不對 丙要嘛是花蓮市市民代表 要嘛就是花蓮縣的立法委員 所以乙跟丙都不對 那我們看豬 甲市市議員 對 乙有可能是立法委員 OK也沒問題 那一下丙市民代表 好 只有答案是豬最吻合